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政治人物 吴思怀虽然骂了李靖勇 但同时也歧视妙宫跟阿公阿嬷 接下来他又哄罢韩开了恶力 会让台湾永无宁日 那么罢韩不管成不成功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成功 然后呢继续发动吗 卢秀燕吗 侯友宜吗 15个县市只要是兰宜都发动罢免 OK啊 台湾就继续耗下去嘛 罢免权明明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 但吴思怀为了挺韩 把罢免说得十恶不赦 网友狂骂不管吴思怀说什么 反正做就对了 还算立院吉祥物又出来催票了 根本是罢韩超级助选员 国民党就是有太多的组队友了 你觉得真的会帮忙 扭转韩国瑜的情势吗 我觉得这反而是激起了 更多罢韩民众的一个罢韩行为 吴思怀站在组队友 我没有看他的这个内容了 不过这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国民党团跟韩办的这个主张 一以贯之了 拼市政 拼防疫 国民党定调 少对立只呼喊韩国瑜市政 唯一跳下来猛骂民进党的 却又是自走炮 当主席江启臣也为难 到底六月六日当天要不要南下高雄 既又怕被说袖手旁观 又担心挨骂帮倒忙 简直里外不是人 三立新闻刘家伟周宁台北报道